各位读者邦晚好 欢迎收看2018年5月19日光华夜报抢先看 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数不完的钞票 珠宝 名牌包 估计总值1亿令吉 警方调查一码发展公司案 从首都内高级公寓三个单位 充公大批证物 包括284个盒子装的手提包 还有72个行李箱 装有多国货币 珠宝宇名表 国际新闻 英国哈里王子与美国演员梅根将于周六成婚 哈里王子年轻时身边女伴仿如走马登 但最后勤归梅根 究竟梅根有何魅力呢 一名牧师表示 梅根能承受皇室所面对的压力 可说是一位杜森定造的皇室妻子 娱乐焦点 金曲奖公布入围 张惠媚 林俊杰各入围六项目 成为焦点 近日更传出主持人改由歌手挑大梁 而这名歌手 据说就是金曲歌王肖敬腾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